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吴龙虎 今天我们有三则精彩的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智能手机巨头Vivo 正在与Tata集团洽谈出售其在印度工厂的股份 据消息人士透露,这次交易已进入高级阶段 Tata集团有望获得Vivo印度单位的多数股份 这反映了Tata集团不断扩大的野心 去年他们还收购了威斯特隆在卡纳塔克邦的iPhone工厂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另一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瑞士著名汉学家兼中国哲学专家Eso Kern在北京对其前学生尼良康 及中国学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提起诉讼 指控他们涉嫌剽窃 Kern声称,尼良康和商务印书馆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 出版了他1973年出版的书籍 关于互主体性现象学的中文版本 并且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学术认可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传统 南华早报报道 一对因车祸去世的马来西亚华人夫妇的家人 为他们举行了明婚仪式 这种仪式在中国政府禁止的情况下 仍在一些偏远地区存在 只在为试者寻找另一半 确保他们在来世得到安宁 这些新闻是不是很有趣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智能手机巨头Vivo 正在与印度本土企业Tata集团进行谈判 计划出售其在印度的一家工厂股份 据当地媒体Money Control报道 这些谈判已进入高级阶段 Tata考虑收购Vivo印度子公司的大部分股份 消息人士透露 Vivo正在寻求对其资产的高估值 Vivo是中国第五大智能手机供应商 根据IDC研究公司序 该公司拒绝对此谈判发表评论 Tata集团尚未立即回应评论请求 报道还提到Vivo 位于北方邦大诺伊达市的工厂 已被出售给印度公司Pagwati Products 该工厂预计将在与中国电子合同制造商 华琴科技的合资企业下开始生产 但仍需政府批准 这笔潜在交易反映了Tata集团的扩展野心 该集团去年接管了台湾电子合同制造商 伟创在卡纳塔克邦的iPhone工厂 根据Trendforce的数据 Tata去年获得了苹果iPhone 15 和iPhone 15 Plus型号的印度制造订单 Vivo的这 笔潜在交易发生在印度政府对中国企业加强审查之际 并且新德里正在努力将本地制造商纳入外国智能手机品牌的运营中 瑞士哲学家伊索·科恩起诉其前中国学生尼良康涉嫌抄袭 案件已被北京东城区法院正式受理 据南华早报报道 87岁的科恩指控浙江大学哲学教授尼良康 和著名中国学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侵犯版权 科恩在视频声明中表示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关于互主体性的现象学》中文版本是非法和侵权的 该书及与德国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的手稿 胡塞尔是现象学的创始人 科恩在比利时获得博士学位后 在1960年代与鲁温大学的胡塞尔档案馆工作 并与同事们花费多年时间整理胡塞尔的手稿 1973年,科恩首次出版了德文版的三卷书 这使他成为西方哲学界的知名人物 然而,2022年,科恩在接受香港电影摄制组采访时得知 他的书已被翻译成中文,并且未经他授权 尼良康曾是科恩的学生 商务印书馆在2018年出版了17卷中文版本 仅将尼列为主编,未提及科恩 科恩要求尼和商务印书馆立即停止侵权 召回全国范围内的中文版本 并要求赔偿50万元人民币 同时公开道歉 商务印书馆在2022年10月向科恩发出道歉信 承认未经授权出版是重大错误 并承诺撤回所有未经授权的副本 达尼在接受瑞士资讯网采访时表示 侵权问题与他无关 拒绝向科恩道歉 南华早报报道 一对在车祸中丧生的中国情侣的家人 举行了一场明婚来为他们找到心灵上的慰藉 31岁的杨景山 是马来西亚龙丝运动协会的国际裁判 他的32岁女友李小姐 在马来西亚一家食品加工厂工作 两人交往三年 杨继化在泰国向李求婚 然而5月24号 他们的车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的道路上翻覆 双双身亡 悲痛的家人决定举行明婚仪式 确保他们在来世成为夫妻 并为他们创建了婚纱照 中国传统认为 人死后若未完成心愿 可能会不安于九泉 甚至回来骚扰生者 明婚的习俗在东亚国家如朝鲜和日本也存在 满足了亲人对逝者的情感需求 然而这种传统也有阴暗的一面 尽管中国政府禁止 这种已有三千年历史的习俗 在偏远地区仍然存在 许多年轻女性的尸体和骨灰成为明婚交易的商品 2016年 甘肃省一名男子杀害两名精神病患者 并出售其尸体以进行明婚 2021年被判死刑 2021年11月 山东省一位网红的骨灰被殡仪馆员工盗走并卖给当地家庭 中国当局一直在打击者 类安排偷盗亵渎或毁坏尸体者 可被判处最高三年监禁 环球优报报导指出 尽管LGBTQ社群在Pride月中展现了团结和爱的口号 但内部的种族歧视问题依然存在 文章作者Owen Guo描述了自己在2017年 首次参加温哥华的Pride游行时感受到的归属感 但这种感觉很快被在交友应用城市Grinder上遇到的种族歧视言论所破坏 这些经历让他意识到 即便在提倡平等和包容的LGBTQ社群内部 种族歧视依然普遍存在 研究数据显示 不同种族的LGBTQ成员 在面对白人主导的同性恋社群时 常常感到孤立和被排斥 文章呼吁在庆祝Pride月的同时 也应该正视并解决内部的歧视问题 真正实现平等和尊重 环球邮报的001篇文章 探讨了俄罗斯在数位时代的虚假资讯战 以及西方国家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作者Andrew McDougall回顾了冷战时期 苏联如何通过虚假资讯来抹黑美国 并指出现代的社交媒体平台 使得这种资讯战变得更加迅速和广泛 文章建议 西方国家应该改革自己的科技平台 限制匿名性和要求付费服务 从而减少虚假资讯的传播 此外社交媒体平台应该承担起传统出版商的责任 对其推广的内容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作者强调这些改革虽然会遭到反对 但对于保护民主社会免受虚假资讯侵害是必要的 半岛电视台报道指出 全球9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正在增加对核武器的依赖 并在2023年大幅增加了核武器的现代化支出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 这些国家在2023年部署了新的核武器系统 并且全球核弹头的部署数量有所增加 报告指出 美国和俄罗斯拥有全球绝大多数的核武器 而中国首次被认为有部分核弹头处于高度战备状态 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报告显示 2023年全球核武器支出增加了107亿美元 其中美国占了大部分 SIPRI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一趋势 并指出这种情况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加速发展 对全球安全扣成严重威胁 CNN 中国发起对欧盟猪肉价格的调查 正值布鲁塞尔对中国电动车提高关税之际 此举可能加剧全球最大贸易关系之一的紧张局势 并引发欧盟出口上的担忧 中国商务部表示 当地农业生产者要求对欧盟猪肉及其副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初步检查显示有充足理由进行正式调查 调查预计在一年内完成 但如有需要可延长六个月 如果最终提高进口关税 可能会欧洲猪肉生产商造成巨大成本 影响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猪肉市场的需求 去年欧盟向中国出口了超过25亿欧元的猪肉 几乎一半来自西班牙 其次是荷兰、丹麦和法国 中国已经对进口的欧盟白兰地展开反倾销调查 可能对法国干液生产商造成打击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罗夫吉尔表示 欧盟将密切关注猪肉产品的调查 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 以确保调查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 吉尔补充说 欧盟对农业补贴问题不担心 因为这些补贴严格符合世贸组织义务 中国此举被普遍认为 是为了阻止欧盟永久性提高 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 这一决定将在11月前做出 欧盟上周宣布 将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 额外征收17.4%至38.1%的关税 总关税率接近50% 北京立即谴责这一措施 并加紧努力在欧洲设立工厂 此外 布鲁塞尔也在调查中国对 锋利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公司的国家支持 担心中国的工业产能过剩 正在以低价出口淹没其他市场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访问朝鲜 与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 进一步加深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此次访问引发了对两国军事合作日益加深的担忧 特别是在莫斯科急需谈要 以应对对乌克兰的战争之际 普京和金正恩可能会利用这次访问 再次公开表示对彼此的支持 抵制美国主导的孤立普京和金正恩的努力 此访问也凸显了两国独裁领导的长期执政 普京上次访问朝鲜是在24年前 当时朝鲜由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领导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称 两国关系潜力深厚 认为发展良好 邻国关系的权力不应引起任何人的担忧 普京的此次访问是对金正恩去年9月 访问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回访 当时金正恩表示朝俄关系是其首要任务 并承诺支持莫斯科对乌克兰的神圣斗争 白宫多次指责朝鲜向俄罗斯提供弹药 以补充其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消耗 包括射程约550英里的弹道导弹和发射器 朝鲜被认为拥有大量适用于苏联和俄罗斯武器系统的过时炮弹和火箭 并具有生产能力 可以帮助俄罗斯维持高弹药消耗率 朝鲜则希望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来提升其经济 获得先进技术 以支持其卫星和核武器项目 去年9月 普京带金正恩参观了象征莫斯科太空技术雄星的东方航天发射场 美国和韩国官员警告称 朝鲜可能希望从俄罗斯获得关键技术 以增强其核武器和导弹计划 朝鲜在11月发射了一枚空间发射载具 即军事卫星 金正恩称其为加强对敌国侦察的空间卫视 尽管朝鲜没有公开任何图像 但专家表示 卫星在2月仍在运行 显示朝鲜在控制该卫星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te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